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 这故事其实实实在在地 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在爱宝的舞台上上演了 说一对男女初中的时候是比语 后来这个人生随着成长呢 因为人生轨迹地交和 有一天他们又碰面在一起了 生活在这个时候就开玩笑了 这男人一查身体 尿毒症 这男生说 我得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有担当啊 我要爱你 我就不能让你吃苦啊 他提出来说分手 当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 让我们通过一个VCR回忆 知道他生这个病之后 其实特别怕特别怕 今天听见这个又不在了 明天又听见那个又去了 所以特别怕他第二天 还有没有呼吸 那种恐慌那种 就是绝望了 我们两个已经计划好了 我们的未来 一年我二十五岁结婚 他一直 一直就是鼓励我 不管发生什么东西 不管他以后能不能跟我结婚 他能做到的就是说 能陪我走到最后 不管我能走多远 那你们今天为什么而来呢 我想吧 那么多年的感情 你说要放真的能放下来吗 我们的感情那么那么好 我一直常说那句话 我一定不会被现实打败了 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被现实打败 我是八零号 我出生在云南大山里面 我有那种坚毅的性格 我要去承担起这一切 其实小李你应该知道 因为这件事 我现在想得很清楚 就是说 你是希望他离开你 是 他应该去找他属于他的幸福 我活着的每一天 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所以 我觉得 做人应该还是要理尊重 小陈的意思是说 我怕再这样下去 拖累了你 是吧 你希望他寻找自己的幸福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能为你做的 我会答应你 我会好好活着 尽力地好好活着 小李咱们换个角度想 好不好 假设 小陈就下定决心了 大概今天也就算是 你们情侣关系的一个结束 还是朋友对不对 我换一次规矩 你去亲吻他一下吧 也许以后就 朋友就不再好亲吻了 对不对 不是情侣的 做一个终结嘛 但是不排除他 可能真的回来 让我们再往前走 好吗 亲他一下 我绝对尊重你选择 你能现在走过去在他面前 好好地发自内心地 跟他说一声 我爱你 你这把我爱你 六年的时间就这么悄悄过去了 曾经在这个现场 大声说出我爱你的陈开毅 上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现实的生活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对年轻人还在思考的时候 给你们看 这段故事 生活中的大结局 各位请看 大家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常说一句话 让你们分手也是对爱情的保护 这对是在我们这儿分手的 但是分手之后又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人生 我觉得这才是生活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们正在看这个 我们有很多的感慨和感触 我相信门背后的这对年轻的朋友 也会有他们的感慨和感受 希望这个故事给他们一些启发吧 来吧 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被你疼惜有种暖意 在梦里诠释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抱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确定日期 拉长幸福距离 谢谢两位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变得那么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不分离 让我们再一次地 祝福这对年轻的朋友 能够在学习当中成长吧 因为爱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希望这个小男生 以后越来越像一个男子汉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相爱 我要担心